我是准备要建议铁路高架桥下方应该做自行车道 然后它可以串联环中路环河自行车道 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我们在北屯架设板 这个架设一个板的自行车道 也就是它没有占用现有的道路 它在河床上搭出来做了一个自行车道 大家当然也可以在这个上面行走 请问一下我们的水利局范局长 我们现在南区你整治柳川 那个上面的阶段都差不多了 从我们和平里 树德里这边 我们希望你赶快的安排相关的整治 尤其是我们市长跟建设局长投资了相当大的钱 去打通我们的德富路 德吉街 那一段刚好都要这个道路打通了以后 它旁边的这个水利局的那个是不是道路 还有希望那段的河川 是不是能够帮我们整理一下 跟预言报告我们之前有报过前瞻计划 那因为水利署没有同意 没有同意 对我们从三明溪一直报到半坪挫桥那边 然后大概报了一亿多 那我们后来他没同意 但是市长很关心这一段 所以我们先坐了三明溪到中明南路 用市府的经费 所以中明南路以下可能还要再跟中央争取 这个我想你应该积极的争取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北屯 你把它架设出来 架设出来在河川上可以来骑脚踏车 我们觉得这个模式也挺好的 能不能比照办理 如果像北屯这样做的话 那个经费会比较高 因为它是悬臂的 但是没有关系 要不占用道路 因为有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比较不会跟我们的交通 车辆上会产生冲突 我们会评估有川两侧的这个都市计划 那议员建议的我们也会纳入参考 不过还是要有经费 好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自行车道是管理局负责 还是交通局负责 都有 都有 我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在提我们铁路高架桥下方 应该那个自行车道要想办法串联 另外呢 我们的环中路 大家知道我们环中路下方 目前好像就是种草而已 那个其实那个环中路也是非常宽的 是否能够在环中路的下方 也能够做自行车道 跟益座报告 因为现在本市里面的自行车道 当然分好几个区块 不过从这个益座提到的那个 像汉溪 然后河窗旁边 这个像 这个什么坦雅神 那这些本来就既有的铁道在利用 或是河窗旁边利用 那至于说环中 跟相关的一些道路串接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找相关机关 来讨论 看怎么去做一些捕食 坦白讲我们的希望就是你这个自行车 不要运用我们现有的道路 你能够产生 比如说环中路的高架桥下方 它其实也有空间 当然现在是我们建设局在做绿美化 那绿美化是一种模式 那是不是能够在它的有限的空间里面 规划出可以实际骑这个自行车的空间 请建设局长也回答一下 好 谢谢议员的关心 其实善用这些不与现在的交通规划征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 就像我们现在铁路高架化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有的绿空廊道 就有21.7公里 是 我想现在是很好的窜接 在明年第一季 整个全部就会通 那我想市政府我们会做一个盛大的一个活动 那在环中路在北屯区 当时在营建署 现在国土署开闭的时候 我们地方也给他建议 所以现在从果菜市场 一直到我们的崇德路段 那个地方也利用它的人行退缩段 因为它的环中路 我们知道它整个路幅宽有80公尺 所以也善用这样的部分来进行自行车道 那至于说桥下的空间的绿带 我想我们会兼具整个的绿化 还有我们整个的安全或修建旅游部分 我们几个机关会再来讨论 好 谢谢